欢乐今晚出宽天洗脸雷台现在开始了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断水流空手道大师兄 外号人间凶器 空手道将就一劫必杀 而高手都能练到他们全身都是杀人的凶器 他们摧残杰人身体就好像破冰 断木 叶石 踢砖 而大师兄 这是高手中的娇娇 哇 如果被大师兄打中一拳 再起步会像那西方一样起一把来 对 风光松空挖是没有用的 大家请把相机拿出来 拭木一败啦 跟着出场的是代表中国股权法的传人 他的尸骨火鬼筋肉人 当年号称空手道克星 但是根据资料显示 他除了炮红茶了的之外 根本没有练过什么功夫 所以这次的挑战 被认为是有自杀心理 究竟受了什么打击才会这么做呢 至今仍然是个谜 但是看他今天的造型 杀气腾腾 一副胸有成熟的样子 更让我们迷上加迷路 你真棒 我支持你啊 谢谢你啊 大师 你要注意一点啊 我下了大猪 买你的第一回合倒下 这个大师麻烦你先吓死吧 你要注意啊 第一回合要倒下哈 精力而为 欢迎两位英勇的动静 看来双方仅准备就绪 惨烈的屠杀是在所难免的啦 比赛正式开始 你知不知道什么事 当当当当当当 什么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就是 我点点右倒倒 好比浪淘 有万种的委屈 复制一笑 我一下地 我一下高 摇摇慌慌慌不肯闹 久力乾坤我最知道 江湖中创名号 从来不用刀 我不用刀 千金的重担 我已尖挑 我已尖挑 不含怨也不求饶 对情义我肯弯腰 最终先好汉一条 莫笑我最深一度何况 荒野波发千差汉黄 莫笑我最终 振和秘望 让我笑就对冲万重落 人生三分清醒 开阔天高 留下七分变度 有何不好不好 有遥有跌强没跌倒 醉酒方知我老套 行合制西方不愁闹 无谓计较谁是最高